接下来就来看看 经过刚刚这段对话 我们能得到哪些信息 驾驶座是悠悠情夫 副驾驶还不确定是谁 招的 认不出来了 老公赌博 那个说网上发虐猫视频的 就是你老公的小号 我跟警察说的 但是在悠悠的视角 他前夫 没虐猫 那些爱猫的人都恨他 你说这些人为了给猫报仇 是不是也能干出这种事来 然后他前夫和我老公 应该比较好 哥们之间知道比较多 他刚刚打电话的时候 暂时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好 因为我们前面还是 是得到了一些基础的人物信息 刚刚整个对话当中 公公一直在说猫妖锁命 猫 都死 我要你锁命 去死 要猫还我儿子命 大家认为公公这个状态 是真实地陷入了癫狂 还是他可能在刻意地隐藏什么呢 是 是 公公很奇怪啊公公 公公怎么能清醒地报警 然后突然就说是猫来锁命呢 对公公感觉很有故事啊公公啊 嗯 公公肯定有故事 说出你的故事 这是我们平洞 D 没没没没 这个猫妖锁命这个说法肯定是借口 会不会是催催的人 车自然了 上一期奶奶不也 意外 对 其实我们所有人看到一些虐猫的视频 虐待小动物视频 我们都会非常的生气 对 但是是不是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 会有人因为生气 进一步有更激烈的过激的一些行为 首先要说一下虐猫这种事情 而且把它发到网上去 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败坏的问题 也是违法行为 我们也不排除会有极端的痛苦保护的人士 会对虐猫者实施报复伤害 因为在一开始的介绍的时候 秦老师就说了 火中烧对于法医而言的话 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情况 那么为什么考核的中期 就给我们的各位实习生 准备了这么一场考核呢 这次一方面是考察实习生 他们本身对有难度的案件的 这种抗压的能力 一方面也算是中期验收吧 看看大家经过这几个案子的力量 有没有获得能力上的提升 从您角度看来的话 实习生接下来遇到的最大的难点和困难 是哪些方面呢 在遇到本案这种双失 而且其中有一个还是身份不明的情况下 法医实习生们首要任务 就是要搞清楚身份 那么并且查清两名死者 究竟是生前烧死 还是死后焚尸 所以希望实习生们能够扛住压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